這條路蠻有趣的 哪一個一定是正數 到底在GDP這麼多個數字 哪一個是正數呢 Less Factor Income From Abort 有沒有東西減過呢 叫做Less 即是一些東西減一些東西 就是Factor Income From Abort 海外本地人的生產 再減回一些Income Tro Forerner 就是本地的Factor Income 在本地進行生產的外國人的錢 我們要減回它 即是說有機會是負數 看不知是誰大的 所以這個是有機會是負數的 不是must be Less Export更加不是 X-N 貿易赤字就是負數 Depestation 爛了東西 爛了東西可不可以是負數嗎 一定是爛了東西 叫做Depestation 折舊 沒理由是正折舊 這些東西越勇越新也沒可能 所以這個就沒可能是負數 沒有可能是負數 沒有可能是負數 還是正數 一個是正的負數 一個是正的負數 不過在計算GDP時 留意一下怎樣使用 好了 然後是Profit 一間Firm的Profit 做生意不一定賺錢 我就試過了 所以這個就不是答案 頭問答案是C 來吧